三颗大石头缝隙中露出一颗人头 就让人员用尽吃奶的力气 才把石头搬开 住在家里的夜性钓客 中午去深山野稀钓鱼 路上遇到半岩高的石头 没想攀爬而过 没想到脚底一滑 整个人先跌进石缝中 被踩动的石头也同时滚动 把夜性民众夹在石缝更深处 桌了两颗比人还大的石头 几乎紧紧夹住夜性钓客 只要一滚动随时可能夹破头颅 身体陷入又湿又软的山坡里 双腿又被第三颗大石头紧紧压住 就让人员先找被子塞进石头缝隙 接着用绳索绑住石头 配合现场砍下来的两根绿珠干 当作支撑 十几个人一起用力 才把石头扛起来 解救已经被石头夹了 两个多小时的夜性民众 在深山里被石头缝紧吸住 夜性民众大声呼叫 西洋有名妇人刚好在附近工作 听到救命赶快报警 夜性民众身上也只有瘀青 没被巨石压断手脚 接着火锅温加一报了 接着火锅温加一报了